因为这个后面实在太缺了 这款苹果笔记本上下来说 目前所有笔记本当中的一个颜值性价比的天花吧 朋友们到了两箱m1跟m2的苹果笔记本 今天开箱的这两款苹果笔记本的话 我看可以跟你说 嫌疑到你爸妈都不认识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价格这里面的机型实在太实在了 你在什么某运某转 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价格 那今天呢 马上为大家开箱这两个箱子 有一箱是m1的 有一箱是m2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箱子里面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型号 包装的还是比较延迟的 这一台就是麦克博客2lm2的2022款的 是一台8加250率的 这个外观我等一下跟大家讲一下外观看怎么样 然后先把它拿出来 虽然到的不多 好在它的价格够便宜 因为这种后面的话 要的人也是比较多 大家都看这个箱子 它里面应该是m12020一款的 现在机器已经拿出来了 我跟大家做一个参考分析吧 前两期视频 我不是在华姐们拿到七八台苹果笔记本 麦克博客2l2020款的吗 当时的价格我记得是在3150 然后外观有一些磕碰 很多人就说哎 价格蛮实在 但是外观有一些磕碰 不太理想 这次呢 我订了两台外观好一点的 因为这个后面实在太缺了 这款苹果笔记本上下来说 目前所有笔记本当中的一个颜值 性价比的天花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啊 这两台苹果笔记本能量的什么程度啊 这边来看一下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痕迹啊 然后这边来看一下 哇塞 嘎嘎亮 这跟9899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嘛 然后这两台苹果笔记本 因为也是当下定的 也就是比上次那个行情 为了150左右啊 咱们该怎么来就怎么来 也就是这个行情了 上三零零零 那么有这么好的外观 这么好的橙色 键盘也没有油光 我们再接着看这台m2的吧 我们来跟m1大家也知道 这两块苹果笔记本的话 上几七四冰 我已经给大家讲了 他们的区别 他们的性能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m2的性能要比m1的性能要高10%左右 当时他们的外观轻薄度m2来的更加轻薄 等会呢 我会拿到称上去称一下 他们的重量是多少 他们的延迟其实够有千秋 来看一下的话 他的m1跟m2基本上厚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m1这个前面的厚度的话是要薄一点点胸泥 这台外观的话应该是在九成星以上吧 而这台的话是在98星左右 所以说他们的差价应该是在200 这台机器 我们带回来的行情是在4550左右 很像吧 然后这台的话是外观好一点的 也就在4750左右 我可以说这样的价格 你还选择什么样的某鱼某转 还选择什么样的不好的平台啊 真的看不到这样的价格了 一分钱一分货的 等会我会拿这两块苹果笔记本给大家去称一下重量 如果你适合出餐 适合旅行的话 这两块苹果笔记本 当下来做最适合大家的 ok 兄弟们 现在我给大家称一下重量m1的重量跟m2的重量 这次一台m1的重量 是在1281克左右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m2的 1211克很明显m2还来的更薄一点m2 它的屏幕尺寸是13 6寸的大带的刘海屏 然后它的接口有一个磁吸接口 两个特别色的接口 右边是3 5的接口m1的 它是传统的 就是长环形的屏幕没有刘海屏 然后这边没有个磁吸接口 也就是说两个特别色的接口 当下来说这两款苹果笔记本的话 也就是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情况 目前很多人还是比较喜欢这台新款的m2 这方面的话 其实也是随着潮流的实在走的 性能 我可以说两款目前来说都够用 也就是说一款是2020年的 你会感觉它太爱了 这是22款的 毕竟它它了两年左右 它的价格也就是相差了一千多块钱 刚刚我也说了 这个行情的话 你们觉得是不是比你在很多地方来的更加实在 我们这里是idd啊 华江北的机型行情 我们这边是最有第一时间知道的 视频讲到这里了 等一下 虽然我把这个机器已经给大家看了 一些外观 一些性能 下期视频呢 我还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速度性能跑线 做一个综合实际的跑分测试 我们下期期待 拜拜